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现自己的梦想嘛 但是抵达了那一刻 我其实挺失落的 我还心想 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 因为南非 它是一个就是城市 很多地方你会看得比较慌 就没有楼房 然后又在黑夜底下 然后那种感觉 就觉得很恐怖 但之后第二天 第三天 就白天的时候 你再去南非 去约宝 去凯普顿 你就会觉得 你真的没有白来 南非是一座 很漂亮的城市 尤其是凯普顿 太美了 在说到现场看球 就是我是去看的 开幕式和揭幕战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 一个人在家看球了 因为你在现场看 你其实球场的东西 看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现场给你的那种震撼 是你在国内体会不到的 你看到所有的球迷 都卸下自己的面具 就是展示 展示自己最真实一面的激情 那种东西很感人 我在现场的时候 差一点都流泪了 被这种现场的氛围感动的 我其实最早 事业杯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阿根廷和西班牙 能进决赛 然后现在西班牙 其实开场打得并不好 但我觉得他们 还是能够走得远 因为西班牙历届比赛 小组赛打得特别好 都大比分赢对手 然后一到淘汰赛 马上回家 所以我希望他们 开场能够取得一点 后面会走得更好 我是希望 其实我是98年的时候 看世界杯 其实当时我还觉得 足球是一个挺无聊的运动 我觉得是一个大男人 围着一个球跑 特别无聊 然后那一年我在准备 就是复习考试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六月份嘛 然后我父亲就在看 98年的世界杯 然后我就推门出去 看到我爸 为什么看那么开心 我就想出去看一看 然后突然就看到了 八乔站在那个 罚球线上罚点球 98年的时候 其实是八乔 就是从低谷当中走出来 再次站到罚球点上 虽然我不知道 94年发生了什么 但他当时那一刻的表情和神态 就特别吸引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毕竟98年那个时候 我还是属于一个最新的年龄 就特别特别迷恋他 然后就开始喜欢足球 观众足球 也是因为八乔 我开始学学画画 自学画素描 然后给他画了 有十多幅的画像 包括素描还有漫画 我就选择了 其中的一幅漫画 寄给了八乔 我不在乎他会不会给我回信 当时也没有 其实特别特别的期待 但是也抱有一丝希望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 一直都没有回信 我也就 就是把这件事情给淡忘了 又过了几个月 然后我爸拿了一封 看不懂的文字的那封回信给我 我当时其实潜意识就觉得 这应该是八乔的回信 他那封信是用意大利文写的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 信里面的内容 已经过了有十多年了 我是去江苏电视台 做节目的时候 他们去找了意大利的翻译 给我把这封信翻译了 其实八乔主要在信里面写的 就是说虽然我和他是相隔两地的 但他特别感动我对他的一直的支持 他是用一种表决心的态度 说他在以后的比赛当中 会奉献给球迷们更多漂亮的比赛和进球 这封信其实写的挺感人的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我觉得其实有点失落了 因为时间过去很久了 他早就退役了 其实我父母他们是很摇摆不定的了 就是当我取得一些成绩 或者是在报纸上能够看到我 他们也挺开心 但是对于这种不稳定的状况 他们也很担心 包括现在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事无成 没有职业 因为他们的概念里面 是要朝九晚五才算是有工作的 然后没有结婚 他们也挺担心 之前还跟我在报纸上登真空广告 我其实一直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 也没有觉得自己身材很好 所以模特只是作为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我特别喜欢写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我写的东西 所以作家是我以后的一个发展目标 其实竹球宝贝最早我参加的时候 我也不太明白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也做了有四年了 包括中国队比赛的时候 我也会去写东西拍照片 然后还有欧锦赛当主持 然后现在的世界杯 但是我现在就经过这四年 我觉得在中国的竹球宝贝 其实就是一个商位的平台 我是这么觉得的 而且除了我以外 我看到其他的所有竹球宝贝 都不是喜欢足球的 我觉得中国竹球宝贝就是一个花瓶 没有跟自己的爱好相联系 所以我也不想 就是在这个一个挺不正规的一个氛围里面 继续待下去了 所以就绝对退出了 足球的照片不介意 因为但是我不想去拍那种比较清凉的那种 性感造 我以后不想再拍了 包括足球的照片 我是一个热爱足球的女球迷 我是一个足球评论员 我也可以抱着足球拍 但是就是媒体不要再叫我就穿宝贝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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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